Riley is officially a teenager now You aren't packed yet? I'm the worst! Uhh... Overreact much? I barely touched it! Let the professional handle this I'm too gross to go anywhere ever again! Well, that's a preview of the next 10 years! 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今天想看部好電影嗎? 《老荊棘轉彎2》 Inside Out 2 一上映,我們就迫不及待衝去戲院觀賞了 發現週間早場的戲院塞滿了跟Riley差不多年紀的少男少女 而且大家都跟我們一樣很喜歡這部作品 這次在電影中不只出現了新的情緒 也有和第一集一樣的大腦冒險之旅 還描繪了大量的記憶玻璃球是如何成就了Riley的個人信念 這些都讓作品寓教於樂 將腦神經科學的運作變得非常生動有趣 而且在Riley的腦中,青春期突然蹦出的新情緒 竟然和以樂樂為首的五個舊情緒 為了什麼才對Riley比較好,展開了一場情緒內戰 為了要幫助你能夠更快進入狀況 今天的節目我們想要透過《腦神經科學》的經典科普書 《一生都能好好記憶》 來幫大家回顧腦筋極轉彎宇宙的設定 還有續集的《無雷心得》 相信會讓你的續集變得更加好看喔! 另外也感謝《獨默》的贊助我們有四本科普書 《一生都能好好記憶》的兌換序號 可以在《獨默》的官網、電子書閱讀器或是手機上閱讀 參加抽獎的辦法在影片的最後喔! 11歲的Riley特別愛笑 從出生開始就是父母的開心果 原來她開朗的個性是來自於腦中主導控制台的快樂情緒 樂樂、Joy 而隨著她的成長 總部還陸續加入了悠悠、Satness 金金、Fear 燕燕、Disgust 和怒怒、Anger 這五種情緒化身在Riley的腦中互動 塑造出她獨特的人格以及人際關係 某日因為爸爸的工作需要 Riley跟著家人搬離了明尼蘇達州的老家 來到了舊金山定居 但因為Riley對於新環境適應不良 脾氣變得陰陽怪氣 甚至一度離家出走 原來她腦中的悠悠一直忍不住想要觸摸核心的記憶 更是在陰錯陽差之下 跟樂樂一起被送出了總部 導致核心群島居然也開始陸續崩塌 故事就聚焦在悠悠和樂樂試圖趕回大腦的總部 以拯救Riley的冒險旅程中 不管是在主控室或是在大腦的其他區域 我們都可以看到不同顏色的玻璃球 分別代表著帶有不同情緒的回憶 像是快樂的回憶就是黃色的 難過的回憶就是藍色的 還有綠色的玻璃球就是噁心的回憶 紅色的就是憤怒 紫色的就是恐懼 而到了續集 大腦的總部突然出現了四個可以製造不同顏色玻璃球的情緒 而且還認為進入青春期的Riley 需要他們這種更成熟複雜的情緒 才有辦法在曲棍球的營隊選秀裡勝出 並且交到酷酷的新朋友 在一生都能好好記憶的這本書裡 身為哈佛神經學博士的作者Lisa Genova 同時也是奧斯卡金獎電影《我想念我自己》的原著作者 她提到 一個記憶形成時 會改變你的大腦 你擁有的每一個記憶 都是大腦根據你所經歷的事情 持續產生物理變化的結果 也就是說 在片中我們看見 沉千上萬的玻璃球就是記憶 而四處連結運送玻璃球的迴響管 就是提取記憶的神經網絡 事實上一個記憶的形成並不容易 只要完成四個步驟才能夠被儲存起來 大腦會先把外來的資訊 轉化成為神經語言來處理 像是感官與情緒接收到的刺激 或是理解與認知到某些訊息 第二步 物化 Consolidation 接著大腦伸出的海馬回 會把不相關的神經活動編織在一起 進而形成一種模式 第三步 儲存 Storage 這個新模式 會透過神經元持續的發展結構 以及化學變化來延續下去 第四步 提取 Retrieval 當我們想要重溫某件事的時候 就可以透過活化連結來提取回憶 進而理解當下與過去所代表的經驗和意義 如果這四個步驟沒有完成 那這個當下的經驗就不會變成記憶 也因此 如果你常常覺得 自己像是金魚腦一樣妄東妄西的話 要嘛就是你根本不在意 要嘛就是在完成這些程序之前 就被其他的事情給打斷了 才會想不起來那些人事物 在了解了記憶是怎麼形成的之後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看 什麼是核心記憶吧! 在片中 樂樂緊緊抱著的核心記憶有五個 而這些重要的黃色玻璃球 是替五座人格群島提供動力的來源 這些群島分別是 家庭島、誠實島、虛棍球島、友情島以及搞笑島 同時也塑造了Retrie成為了獨一無二的個體 原來在大腦神經科學裡 這五顆就是人生中最重要時刻的核心記憶 隨著一個人的成長 這些核心記憶會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 就如同片尾離家又回家的Retrie 產生出一顆又黃又藍、悲喜交錯的玻璃球一樣 不再試想之後,只有快樂的五種黃色玻璃球 書中提到 通常這種讓人長久記得的回憶是充滿情感的人生事件 例如與初戀分手、關鍵比賽的勝利、結婚典禮、切身相關的災難 或是某個人的死亡與出生 只要這些事情能夠誘發越多的情感張力 記憶就會越生動、仔細 原來,情緒和驚喜會啟動大腦的杏仁核 杏仁核受到刺激時 會發出強烈的信號給海馬回 要他趕緊固化這個記憶 很有可能就會形成閃光燈記憶 就像是對有經歷過921大地震的人來說 就一定會對當時自己在哪裡 跟誰在一起 當下的感覺 以及後來怎麼了等等的經驗印象深刻 而且也會因為這項記憶對自己很重要 之後每次跟別人描述 或是獨自回想的時候 都會讓這段記憶變得更加的牢固 也就是說 當最有意義的情節記憶串在一起 就創造出你的人生故事 是你人生的精華奇景 所以樂觀的人的回憶都會充滿了笑聲 愛抱怨的人的回憶就會充滿不幸 而自作聰明的人所記得的 就會是自己威風的一面 或許這就是為什麼 以樂樂作為主控的Riley 會誤以為當年自己是曲棍球隊的救星 才會被隊員勇促 進而形成了一顆快樂的核心記憶 但殊不知 原來當初是因為自己沒有得分 再自責 大家才會主動來安慰Riley 他也才因此更熱愛了曲棍球 進而滋養出一座曲棍球島了 也就是說,當初這個核心記憶的快樂 是來自於團隊的愛與支持 並不是Riley自己多進了幾顆制勝球 而在續集裡 這次則是聚焦在個人信念的形成過程 所以你可以看到 回憶的玻璃球 餵養了一顆 跟阿凡達靈魂之樹很像的信念之樹 也因此情緒之間的內戰 就是在搶奪 各自要餵養什麼樣的玻璃球 給這顆信念之樹 有趣的是這個概念 就跟作者在書中寫下的文字 你尋找什麼 就會發現什麼 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也就是說 你選擇要去怎麼記憶一件事 累積起來就會長出一個 你用不同記憶去餵養出來的獨特生命 所以每個人的信念之樹 都會長得很不一樣 那麼 不知道你的記憶玻璃球 都是什麼顏色比較多 這棵樹又長成什麼模樣呢? 在片中兩個主角 被迴響館意外送到記憶的迷宮裡 不僅遇上了兩個清潔的新志工 還有Riley的幻想玩伴BingBong 而在這個 儲存了一櫃櫃五顏六色玻璃球的地方 就是用來呈現人腦長期記憶的模樣 但你知道嗎? 其實長期記憶並沒有保存極限與容量的限制 而且也會散落在大腦的各個部位 並不像片中所呈現的那樣集中在同一個地方 如果透過醫療設備來觀察 一個被要求想起某件事的人 就會在他的大腦裡發現 有亮點在四處移動 就像是片中新志工在跑來跑去 到處搜尋資料的模樣 等到確定想起來的時候 整個大腦就會全部亮起來 也就是說 其實記憶是一種聯想的尋寶遊戲 是一項重組任務來著 原來長期記憶有三種類型 語意記憶處理資訊 事件記憶處理發生過的事 肌肉記憶則是告訴你該怎麼做 前面兩種陳述性記憶都需要海馬回 它會把有趣的、特別的或是有意義的事情 固化成為記憶 等到記憶形成之後 就會儲存到大腦一開始體驗到那件事情的地方 例如在視覺區、聽覺區或是嗅覺區 舉例來說 如果有人問你有沒有去吃過某間餐廳 你可能會先想起餐廳的裝潢 再聯想到某道菜的香氣 當時跟誰吃,感覺好或不好 慢慢地才把那天的約會細節都一一地拼湊完成 就跟拼拼圖一樣 相反的 無意識的肌肉記憶則是要靠肌底盒來連結 並且在固化之後存放在運動皮質的神經元裡 等到以後需要用到的時候 就會透過肌髓的連結去指揮肌肉運動 就像是你一旦學會騎腳大車 就算很多年沒騎了,都不可能會忘記 但如果海馬會受損了 人就會沒有辦法累積新的記憶 那既然Riley沒有受傷 為什麼還會有心智工出來丟棄一些回憶的玻璃球呢? 還有最後在垃圾堆裡被遺忘的Bing Bong 又是怎麼回事呢?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看人為什麼需要遺忘吧! 前面有提到一顆玻璃球 也就是一個回憶的行程,其實很不容易 它需要經過四個步驟才能夠完成記憶 原來大腦的預設出場值,其實是很不專心的 平常的時候大腦都在省油做白日夢 可以說是處在自動駕駛的輕鬆狀態 背景還充滿了重複流動的各種思緒 就跟片中來來之去的思緒列車一樣 大腦為了要有效率地工作 平常會透過前額葉皮質,以聽覺和視覺來短暫記憶 就像是你現在聽我說話一樣 絕對沒有辦法想起一分鐘前我精確地說了哪些話 因為工作記憶只有15到30秒,而且最多只能記住7件事 所以我講的話,都會像流水一樣從你的短暫記憶中流掉 但我卻可以跟你打包票,今天看完影片之後 你卻可以把海馬回這個專有名詞變成長期記憶 因為到目前為止,海馬回已經重複6次了 而且還特別被解釋說明過 所以海馬回絕對已經進到了你的海馬回裡 你看我又多說了三次! 那麼,既然幻想玩伴Bing Bong這麼獨特 為什麼Riley會忘掉它呢? 還有為什麼新職工會需要倒垃圾呢? 那是因為遺忘對身心健康來說非常地重要 才能確保我們每天都能夠正常地運作 因為沒有必要或是痛苦的記憶會讓我們分心 甚至是干擾我們的生活 畢竟每個人的注意力有限 本來就沒有辦法 也沒有必要去儲存那些沒有意義的資訊 所以當Riley長大 他在小時候畫畫的回憶 或是他與Bing Bong玩耍的回憶 因為沒有透過語言的描述或是外在事物的提醒 很自然地就會消失無蹤 雖然我們每次看到Bing Bong自我犧牲 希望能讓Riley開心的片段,都會忍不住落淚 但或許那是因為我們都希望能重溫純粹的快樂 更感傷的應該也是對失去的童年感到惋惜 也對正在消失的時光感到無力 或許這也就是為什麼有些人捨不得丟東西 甚至喜歡蒐集古董的原因 因為那些東西的背後代表著 我們希望透過外在的物品來幫助自己 固化某些珍貴的回憶 就跟聽老歌一樣 往往在二十、三十幾歲聽的歌曲 都會留在我們的生命裡 會從此成為一個人不斷回放的音樂 就是因為這些歌曲陪伴了自己重大的人生轉捩點 我們可以輕易地透過旋律回到過去 不過說到歌曲 相信大家都會覺得被討厭的芭樂歌或是廣告歌給纏上的時候很討厭 如果想要忘掉這個已經固化的長期回憶該怎麼做呢? 作者的建議是馬上轉移念頭 千萬不要忍不住又把歌給唱完 這樣一來就可以不要活化這段記憶的神經回路 因為你要是又一遍地完整地提取它 就會再度地強化它,以後就更難忘記了 所以你要是下定決心要忘記前任 不僅要清掉所有會讓你想起它的東西 重點是也不要重複地跟別人敘述關於它的回憶 否則每說一次,你就正在深化這條讓你忘不了的神經回路喔!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不知道你記得多少呢? 歡迎你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今天的節目裡令你印象最深刻的小知識 或是在片中最難忘的片段 就有機會抽中一本《一生都能好好記憶》的兌換序號喔! 也歡迎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就可以收聽我們聊更多的影視作品喔!